防疫概念股還可以追嗎? 衝刺百米就好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胡真宏 胡老師 千涵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最近本土疫情升溫 加上上海封城 盤面上的防疫概念股 又匯集了一些資金 到底能不能追呢 老師 其實這個防疫概念股 每一次這個大致上 它都是來那麼一下 力道不是那麼的強 可是因為每次這個防疫概念股 因為畢竟比較少人會做 所以為什麼每次這個漲的時候 會那麼樣的凌厲 像這個昨天 哇塞 好像大家都一張都買不到 全部都鎖漲停 可是今天馬上又無限量供應了 所以這個要怎麼看 好 我們先來看 其實每次這個防疫概念股 最先衝上去的比較強的 都是在這個茅寶 這個茅寶來 為什麼它會比較強 當然最主要是這個 每次防疫概念股 這個阻力群 大部分都是先鎖定這檔股票 因為市場上的手上的 這有茅寶的人應該是比較少 充滿比較集中 那昨天衝上去之後呢 雖然是漲停 可是今天就開盤之後就翻黑了 翻黑又翻上去了 又從由黑翻紅 又往上走了 那有沒有機會再往上 那就要看它這個成交量 有沒有辦法放大 那如果這個成交量沒有辦法放大的話 那其實我是覺得說這個地方 要再往上的這個機率 可能就不是那麼大 對對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再看一檔股票漲停板 不是要看到漲停板 而是那一天的漲停板的量 夠不夠大 所以你可以看 昨天那個漲停板的時候的成交量 也只有2562漲 真的不是很多 對 跟它之前來比的話 就是還差了一大截 所以有沒有辦法把這個量再滾出來 那它才有資格再往上去挑戰 那它上面的這個解套賣壓區 是在45.2到53.8這個地方 好那康納箱的話 也是一樣 那康納箱這個地方就比較溫吞 因為康納箱的這個 它的本身每次要在充斥的時候 那個力道就不會那麼強 它的量比較小 對 我們大部分都是看到飽飽漲停之後 康納箱才跟著 屁股後面跟著上 所以說這個康納箱 如果是說它的量沒有辦法放出來的話 也是會跟這個毛寶遇到一樣的問題 也就是說它再往上漲的力道 會比較弱一點 那今天它就是沒有從這個 所謂的黑翻紅 還是在這個平盤之下流走 那未來有沒有機會再往上走 還是要看這個成交量 那這個解套的賣壓區就在29.2到34.35 如果真的來這邊的話 要去做突破 我覺得並不是那麼容易 那再來就看這個恆大 那其實這個康納箱跟恆大 他們兩個比較類似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都是比較偏向在做口罩的 那毛寶為什麼會比較強呢 因為它都是在做清潔椅的部分 這個銷量比較大 因為現在好像大家的口罩都不缺了 但酒精還是比較缺 所以說每次你可以看到 毛寶會衝比較快 原因就在這邊 那做口罩的 因為大家可能家裡都有十幾盒 在那邊等著用 所以已經不缺口罩了 所以這個恆大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我覺得它的這個衝進的力道 反而又比這個康納箱又再更弱一點 對就是說它這個 目前整個主力資金在真的每次防疫概念股有上來的時候 都是毛寶跟康納箱會先做考量 那恆大的話可能就沒有那麼樣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琢磨那麼深 所以因此它未來股價有沒有機會再去往 這個解套賣下去去挑戰 我覺得困難度也會比較高一點 那也是要看它的這個量 那再來就最後一檔就叫宅配通 那對宅配通之前能夠去衝到破百 最主要是軋空軋空軋空題材 那這一波下來之後 當然也是因為空單已經回補差不多了 那最近我相信應該也沒人會去放空的 所以說這軋空題材不會再有來第二次的時候 再加上它本業如果假設獲利 沒有那麼棒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所謂的防疫概念的題材 大部分都是一個想像題材是比較多的 對所以因此這個宅配通 你認為它還會不會再破百 我覺得並不容易 所以它解套的賣壓區 大概87.5到101塊 所以總結 防疫概念股大部分都是來那麼一下 來那麼一下之後 可能就兩三天之內就結束了 因為畢竟現在疫情已經沒有像之前 剛開始的時候有那麼樣的嚴重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防範對不對 那現在幾乎大家有相信 每個人都對手打了兩劑了 這個疫苗了 所以還會有出現什麼重症啊 或是甚至於這個我們的一些防疫的一些 我們該準備的不管是口罩啊 還是這個消毒的酒精啊 我相信家家戶戶都已經準備好了 因此需求沒有像之前那麼大 之前會這樣子大標 當然是因為大家那時候正在搶 搶這些防疫物質 那現在這個情況已經不負債了 所以股價相對的 也不會像之前那麼強 所以這邊就給各位同學做個參考囉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續鎖定老師的LINE和Telegram 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 拜拜